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我是周浩 这里是珠海华发中演大剧院莫扎特音乐厅 一座以莫扎特命名的非常漂亮的音乐厅 音效也非常非常好 这里我们将会为大家带来的是 第四届珠海莫扎特国际青少年音乐周 钢琴C组的决赛视频的实况 那么从2015年到现在 珠海莫扎特国际青少年音乐周 已经走过了四届 由于疫情的原因 今年我们线下的比赛 变成了线上 以提前选手们提交 事先预录的视频的方式 参与到音乐周之中 我们的评委也是通过视频的方式 观看视频 然后决定每一轮晋级选手的名单 以及最终决赛的名次 那么在过去这一段时间 一周多的时间 将近两周的时间 很多观众朋友和我一样 包括很多业内人士 不管是著名的音乐演奏家 还是教育家 他们都通过线上观看直播的形式 追踪本届比赛 那么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感慨 就是本届 珠海莫扎特国际青少年音乐周 参与的选手 水准之高 实力之强 令大家特别特别的赞叹 那我觉得之所以能够吸引到这么多优秀的 来自全世界很多国家和地区的优秀的青少年音乐家 参与其中 有几点原因特别重要 首先就是这个比赛 在过去三届里面 因为它的专业性 它的权威性 以及说公开 公平 公正性 会让大家更愿意参与其中 而且很多 目前已经活跃在国际乐坛上的 很优秀的年轻的演奏家 其实他们之前 有很多人是参与到前三届的珠海莫扎特国际青少年音乐周之中 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 能够吸引到更多的全世界各地有才华的年轻音乐家 来到这个舞台 因为其实作为一个音乐周 作为一个比赛 它其实不光是可以为我们的选手带来最终的名次和奖项 其实这个比赛的设置的目的之一 就是希望能够在这些优秀的年轻音乐家 在他们的学业生涯 在他们的很关键的时期 通过参与这项赛事 能够为他们每一位带来一些奖项之外的收获 能够让他们的学业之路 从艺之路 有更多的帮助 那么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一点 之所以这个比赛有这么大的吸引力 就是它强大的评委会阵容 今年的钢琴评委还是有八位 那么担任评委会主席的 是非常著名的钢琴演作家和教育家 帕维尔基里洛夫 在评委会中还包括了上海音乐学院的钢琴教授 江城 以及来自纽约朱利亚音乐学院 非常非常有名的著名钢琴教育家 卡普林斯基 斯洛伐克的钢琴家 马里安·拉普森斯基 来自韩国的李正尚 法国的著名钢琴教育家 亚克·鲁维耶 还有我们中国观众非常熟悉的 被誉为钢琴金牌教头的 以色列钢琴家教育家 阿里瓦迪 以及来自中央音乐学院的 韦丹文教授 非常强大的评委会阵容 这个也保证了比赛的权威性 以及说能够在这么多选手之中 找到最具才华 也最具潜力的 年轻一代的优秀的钢琴家 为他们助力 为他们的职业生涯助力 那么在钢琴C组的决赛中 我们的选手将会演奏一首 莫扎特的钢琴协奏曲 组委会评委会 划定的范围是从以下三首 莫扎特钢琴协奏曲中 任选一部 分别是第21钢琴协奏曲 第23钢琴协奏曲 和第27钢琴协奏曲 三部莫扎特 比较中后期的钢琴协奏曲 那么因为疫情的原因 我们这一次所有参与 所有晋级决赛的选手 他们的协奏曲的录音 将采取钢琴伴奏的方式 因为其实在网界 晋级决赛的选手 他们在珠海 在现场将会是由来自 萨尔茨堡的室内乐团 为他们进行现场的演奏伴奏 但是因为疫情的原因 我们所有的选手 这一届只能通过 预先录制视频的方式 所以是采取了双钢琴 钢琴伴奏 这样的方式 更有利于我们的选手 完成演奏视频的录制 那么在今天晚上 我们将会看到三位选手 他们先后登台 那么首先登台的 大家会看到的是来自韩国 目前在汉诺威 音乐戏剧与传媒学院 就读的瑞秀娥 他将为大家演奏的是 莫扎特第23钢琴协奏曲 他的合作钢琴家 是Chan Hun Jing 第二位登台的 大家会看到演奏的 是来自中国 目前就读于天津朱利亚 学院的李天佑 他要演奏的是 莫扎特第21钢琴协奏曲 和他合作的钢琴家 是徐金钊 第三位 也是今天最后一位 大家将会看到的是 来自于中国 目前就读于 富克万根艺术大学的 田浩 他要演奏的是 莫扎特第23钢琴协奏曲 和他合作的钢琴家 是金秀妍 好 那我们把 接下来的时间 就交给舞台 直播间 让我们一起欣赏 这三位选手带来的 莫扎特钢琴协奏曲的演艺 感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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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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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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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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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